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尖角球部分制作的 本来这个花球应该在我制作这个尖角球之后就发布这个视频 然而因为这个花球花度的部分 我的尺寸计算失误了 所以说一直就等了很久 这个花球它的单元其实挺简单的 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于它花瓣的整形上面 那咱们就开始这一个花球的制作吧 这一个花球呢是一个单色的设计 我使用一张15厘米乘以15厘米的单色正方形纸做演示 首先呢我们先在它的一个面上做出一个横竖的四等分 做好横竖的四等分之后呢 做它的两条对角线 接下来拿起这个角朝着这里折过来 然后再拿起这个角朝着中间折过来 这里不用打开了 旋转180度 再把这个角朝着这里的焦点折过来 好 接下来拿起底下的这条边朝着这里的这条边折过来 就是把中间的这条对角线再折一次 打开 接下来呢 请认真看 我们这里有一条鞋子的折痕 这里有一条鞋子的折痕 把它 捏起来 看 这是两条山线 这是一条骨线 把它合拢 成了这个样子 打开再看一次啊 这里山线 这里骨线 合起来 接下来 把这里的这一页 翻过来 这里底下 有这么一片梯形的把它折上去 然后呢 把这一个正方形折下来 好 变回这个样子 再把这一片三角形折回来 左边也是同样的 把这一片翻过来 再折这一片折上去 把这一个小正方形的一个角折下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一片 折到这边去 注意啊 咱们把它折尖 然后翻到背面 这里呢 有一个口袋 把手指头伸进去 让这一片立起来 之后 请仔细看啊 这一片立起来 向上折 这里 合过来 这里合过来 变成了一个 长方形 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最开始 咱们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把这里折上去 把这里两片 合拢 就成了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呢 把这一片正方形折过来 这一片正方形也折过来 打开 这样我们的 这一个单元的折叠就完成了 接下来是对这一个单元的整形 拿起这一个单元 这边有一片三角形 这边有一片三角形 把它稍微刮一刮 让它有一个弯曲的弧度 这边呢 也是同样的 然后呢 看这一片三角形 上面的这条长边 咱们把它刮一下 让它有一个弯曲的弧度 接下来呢 看好看好 沿着这里 把它向上去 卷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呢 我们的一个单元 才算完全折好 那么我这里制作好了五个单元 我来演示一下 这一个花球的组合方法 首先拿起两个单元 让它们面对面 把这一片三角形 塞到这一片的下边 看这里有个口袋 把它塞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一片三角形向下折 折下来之后 塞到底下的口袋里面 这里如果觉得会松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 用点胶水把它粘住 因为我这样折 确实会有一点松 所以呢 我自己是选择用点胶水粘的 然后我们来看中间 中间它有五片 卷心 咱们呢 把它卷到一块去 可以用镊子把它调整一下 这一个环境 花球的折叠方法 实际上不难 它难就难在 你想整形把它做得漂亮 这一个花蕊 就必须要做得很好看 所以呢 整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咱们先把这一片 翻到下面去 我们再来看底下 这里的三角形呢 把它向上 凸一下 每一个三角形 都把它向上 这么折叠一下 这个不仅是方便我们之后整形 也是方便我们最后的一个组合 这样把它凸一下之后呢 它的上面就可以展平 方便我们对花蕊进行整形 当然我的整形是做得很不好的 我大概其实就是做成这样子 如果有小伙伴 能够做出更好看的样子呢 希望小伙伴们就自己尝试一下 我们这一个花球的一朵花 已经完成了 那它是怎么组合成一个花球的呢 这一块呢 就需要我们之前教到的尖角球 之前呢 我做过两个尖角球 一个是用边长为六厘米的 双色正方形纸 制作了这样的一个尖角球 一个呢是用3.75乘以7.5厘米的 双色长方形纸制作的一个花球 本来我以为这一个花球 可以把这个花朵放在上面 然而它两朵花放在一起 就会产生一个重叠 会对这个花球造成影响 所以我又重新做了一个尖角球 这一个尖角球呢 使用的是7.5厘米 乘以7.5厘米的 单色正方形纸制作的 刚好和花朵的比例是1比1 就是说这个花朵的单元 是用7.5厘米的正方形纸制作的 这一个尖角球呢 也是用7.5厘米的正方形纸制作的 它的组合呢就需要粘上去 就是说我们看背面 这里有5个咱们之前折过的凹痕 在这5个凹痕上面涂上胶水 把它粘在这一个尖角球上 因为这种尖角球呢 它是总共有12个这种五边形的样子 所以呢我们需要12朵这样的花 这里呢我已经制作出来12朵这样的花了 为什么说这个花球比较难呢 因为我做了12朵花 总共也就只有这么一朵的花蕊能看 希望咱们的小伙伴能够做出非常好看的花球吧 把这些花组合到这个尖角球上呢 就是按照刚才我说的方法 把它粘到上面去就行了 这个粘的过程呢 很费时间 所以呢我在这里就不加速给大家看了 大家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 把这里涂上胶水给它粘上 每一面粘上之后呢 这个花球就做好了 好的啊 现在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了 总算呢是把所有的花瓣都已经粘到这个尖角球上面去了 这一片呢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能看的一片花瓣 其他的花瓣都比较难看 我也就不展示给大家看了 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绿螺魔灵花球 它的整形虽然有一点复杂 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花球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做出来 希望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能给我点个赞点个关注啦 你们的点赞关注是对我最大的动力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